遲內的聖誕節禮物 遲內的聖誕節禮物 現在是12月28日星期四 政府遲內的聖誕節禮物 一年就掃了這裏 五間的店鋪四千六百八十萬 這個大南加這裏就對了 做社福機構的時候 新落成的樓盤 RAM、水電煤等等都齊 可以的 比起之前的時候 有三間店鋪之前賣了 一拉的八間店鋪 就叫做全部孤青 還有一樓正在放售 123、5、7、8、9 四號店鋪就跳了 123、5、9 下面是有八間店鋪 四號店沒有 所以這次的成交的時候 是包含這個 2、3、6、8、9號店鋪 政府買入 另外的三間之前是成交了 但記住 通常整個辣的店鋪 我不是說羅華家族 但這個是羅華家族公開出來 先看看整個大廈 這是大南加AVA 這是228號 大家搬到整個辣的店鋪的時候 頭會一、兩間的成交 大家不要太相信成交價 因為有時都要做高一點 其他才會浪高 你明白嗎 我不是說他是這樣 但很多時候 外面坊間都會出現 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鋪在辣店鋪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建議 想我們做高的價錢 其他就浪高一點 高人做法不同 所以為什麼呢 一號店鋪的時候 曾經成交過 2400萬 真是夠高價 我不是說這間是這樣的 但這個時候 是2021年底的時候 曾經成交過2400萬 這是第一間成交 整一間才會變得 很高一點 我不是說這間是這樣的 但很多時候 一號店鋪的時候 就投入地單的成交價 大家 只作參考 看看這裡 大南加 這間大南加的時候 那邊就向著太子方 可以的 很多文青 文具 光學 皮革 比較冷靜一點 咖啡店 那邊的大南加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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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到爆 那邊大南加人可能多十倍 但那裡的消費力 就非常之弱 打電灘 那邊的大南加都可以的 但是這邊的大南加都可以的 做社福機構 我也明白 逐間鋪和你去數一下 就成交了幾錢 我手上有的資料的時候 就全部下面這八間鋪 已經註冊成交了 一號鋪 就曾經成交過2400萬 2011年12月份 現在就做Monkeyland 這個教學中心 二號鋪 這次是政府買進來的 三號鋪 也是政府買進來的 再來這個 四號鋪就 skip了 即是沒有這個號碼 五號鋪就是這個法郎 就是2022年7月份 曾經成交過 七百四十萬 這個就是市值 這個真的市值 那麼2022年7月份的時候 那麼這個 五號鋪 六號鋪 這次就包的 七號鋪 就曾經都買過 就說是663.8萬 2020年7月份 這個都是市值 OK的 再來就是這個 八號鋪 九號鋪 唯一 一號鋪 2400萬成交過 那時候真的超級瘋 那個價錢 就是我都被騙了 但是anyway 就恭喜買家 那麼長渣 很OK的 長渣30年 永遠的鋪價都會升 我相信 那麼前面有通貨膨脹 看回來 現在整棟的大廈 那麼這裏呢 就是Ava 這個228在大南街 那裏讀一些基本資料 你聽的時候 報紙報道就這樣說 總之就是產業署 曾經那時候說 200億買鋪 60個物業 那麼就130個社區社福設施 那麼連續五辣鋪的時候 五間這裏就作價 4680萬就註冊成交了 那麼這裏的鋪的時候 那麼面積呢 就加起來 3616呎 那麼呎價是12942元 那麼另外那三間鋪的時候 曾經都已經成交過了 那麼比起那時的赤價呢 平均是平均了 這個36至55% 那麼當然呢 記得那時的市況可能 會比較好些 今天的市況會比較弱些 但是這裏的鋪的時候 都很漂亮的了 如果4680萬 買這裏的鋪的時候 五間 那價錢便宜便宜便宜 這五間鋪的時候 那赤價是12300 200元的時候 我也要在產業署 這裡買得這裏鋪 真的要給他這起碼 雖然現在比較靜一點 但是我也覺得值得 真的要給他一個8.5分 不是10分 因為始終比較靜一點 但是8.5分 太高價錢的時候 又被政府罵了 不是太高分數 被政府罵了 被私人罵了 但是逐個逐個再跟你說 每一間的鋪的時候 仔細的資料 這裡再去虧一次跟你說一下 又回到原來 九號鋪這間 九號鋪這間 就是407呎 另外八號鋪 就是353呎 六號鋪的時候 就是這間的店 就是1053呎 其他資料都可以看到 然後再數過來 就是三號鋪 就是971呎 以及二號鋪 就是832呎 之前一號鋪已經數了 可以的 出過來 看看整套鋪 這套鋪 做社福機構 可以的 上車也方便 深水埗 當然是深水埗 長沙環 這套社福機構的需求又大 我也明白 樓上一樓的時候 就叫做 枯林竹獄 雪酒 不錯的 記住 政府曾經說 用200億賣入60項物件 這幾年間的時候 這次真是一年數 五間的地鋪 上兩單的時候 我曾經跟你說過 就在觀塘的時候 叫做中海日升中心的樓上鋪 就作價4600萬 還有二一年底的時候 就有3650萬賣入 長沙環的一樓 就是兩個物業 就是面積3600呎 加起來的時候 這一辣的五間鋪 加上長沙環那單 和觀塘那單 就是1.75億 即是政府 還有198.5億 要去洗買貨 買60項物業 當這裏是三單 即是買到57項物業 好了 恭喜業主 各位買家 恭喜政府 繼續198.5億 去掃報 再看一次 政府連數五鋪 這就是上次 第一次買的長沙環的鋪 第二次政府買的 舍福士士在觀塘那裏 這次連數這五間的鋪 看看不同角度 看這五間鋪 另外那三間 就之前已經是成交 賣過的 看這個 就是圖籍 就是這五間的報道 加上之前那三間 踢住就是那五間的資料 以及註冊處 你看到 就沒有騙人了 政府帶手 這個星島 很多報紙都有報道 這是個位置圖 之前就是成交的三單 都和你報道過的 那就再上 現在 今天的相片 最新的 從不同角度 給你看看 現在只是開了一間 補習社 和一間法郎 整棟的大廈 AVAR 228 顧問環境 轉個圈給你看 這個就是大南街 全棟的大廈 全個圈 是新的樓盤 這是比較文青 即Cafe Pay 皮革 那邊過了南昌街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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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政府 連數 五物業